因為這件事情呢 外界在關注到 總質詢的時候 立委席常常空無一人 那是不是應該要國會改革 那未來呢 是不是不管哪一個黨的這個委員呢 開會時間一到 大家就應該要做在議場內 因為其實其他國家也都是大家 這個外行人講外行話 這個就是外行人講外行話 現在就是已經直播了嘛 過去一晚我到現在30年 總事情也沒有人坐在前一到期 他親了別人之行嘛 都是在辦公室準備嘛 都是在辦公室準備 所以這些外行人不要講外行話 我希望要了解說 不可能人之行坐在台上 大家坐在那裡 這也沒有辦法清潔人數 清潔人數沒有用 這幾十年來都是如此嘛 空鐵現在時光轉播 你這樣更不科學 所以我希望 不懂另外的意思規則的人 不要外行人講外行話 即便是國事人談 現場戳 一個人三分鐘 郭後期醫生人員在台上看 第一個講的時候 第二個有沒有在現場 沒有在現場馬上電話通知 郭後期這種執行也是一樣 都是一個一個盯 醫生人員都會有盯場 然後一個一個打電話 即便快到晚會通知你可以 趕快進場 所以醫生人員 排上座六七個醫生人員 坐在那裡幹什麼 跑入座圍嘛 那韓國院長對於這個 憶反過期的處理 都不是很熟悉嘛 那當然他就 一路就把他跳過去 所以這個 有值得感激的地方 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責任歸屬呢 這當然是 韓國瑜屬於管理嘛 議事人員的態度嘛 他應該一個 他知道陳明飛改書面 應該趕快電話通知 所有後面的立法委員 要執行的立法委員 這是他們應該做的 那不況且羅明財已經電話去拜託了 他還是不理 總統你剛剛一直有說 議事處要上警發條這件事 但是現在有傳出說 議事處其實當時是跟陳明飛說 韓國瑜要見外賓 但是韓國瑜說根本就沒有 那這會不會是議事處 跟立委的溝通有問題 韓國瑜要不要見外賓是一回事 那陳明飛在早上 他是排在校第一個 他希望早上能夠執行 但是早上最後一個執行 結束已經12點5分 他要接下去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有事情 所以還是沒有答應他 所以陳明飛沒有辦法才放棄 所以這個事情都是很單純很簡單的事情 不要互相推委攻擊 反應真相最重要 如何共同維護 國有志氣 立法憲法富有前者 這是最重要 請建議 來看看 你可惡 我會問我 就是 我聽到